教育相关双语时代教育部国教署 推出了免费的英语自主检测系统 学生可以利用手边的平板跟电脑 随时进行英语检测 而根据课纲会分为四个级别 并结合AI技术辅助学习 外界就好奇这是否可能会取代现有的英文教师呢 有校方就认为学生的学习状况不一 还是需要老师面对面的辅助 因此还是有实体课程的必要 这一套系统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取代老师 学生做一排打开课本专心抄写英语句型 创业能力至关重要 但随着AI时代来临 在部国教署10月开始 推出免费的英语自主学习系统 也参考12年国教课纲及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分成四个级别 分别对应到小五的Pre-A1 国一的A1 国三的A2 及高三的B1 他会去把学生做DFR的分级 你说出来的东西他可以经过语言的处理 判断说你有没有说对啊 有没有写对 在五年级的时候也都会有学历检测 英文的这个系统 他可以来让孩子也可以来 做自我的练习跟自主学习的话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结合 总共五个检测项目 南瓜听说读写 包含看电影学英文 打歌学英文 聊天机器人 原文书资源等 统统有 更结合AI技术辅助自动出题 而这套系统一出外界好奇 会不会就此取代英语老师 在课堂中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比较弱势 或是他有一些突发状况 要协助的话 当然是有温度的老师 去处理这个事情 是会比较有感的 那这种AI系统 它毕竟还是属于一个 辅助性的学习啦 学校它提供的是 学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取代的话呢 我觉得目前还说还不算 但它是一个很大的教学的辅助 校方和专家坦言 教学人离不开面对面指导 AI完全取代老师人 有段距离 反倒认为导入AI能与实体课程相辅相成 就判能透过新科技 让更多学子顺利接轨国际 请问自己王秋名台北报道